他的徒孫就是楊晴寶,而這位董英傑師傅就是楊晴寶的徒弟,而吳家泰極就以吳傳佑師傅為宗師,他的兒子就是吳鑑宣,一會雷台比武那位吳公義就是吳鑑宣師傅的公子 座慶的節目全部表演不立,一場緊張刺激的拳賽南克會開始,現在太極派的吳公義師傅登場,接著就是白學派的陳克夫師傅亦是相繼登場 陳師傅的打扮就好像西洋拳動,剛才胡師傅的打扮就叫長生,這兩位正所謂一中一西的裝束,真是雙影成歲 就好像中國功夫對西洋拳那樣,吳師傅一上來就脫衫比武,何賢先生說不用急,先坐下來休息一會 關於這次的比賽,吳師傅和陳師傅其實毫無私人的恩怨存在,他們這次的比武是為了香港食記尾大火災民,籌無嫌款 但是高手過招,拳腳無情,所以就要簽罵了生死狀,任何一方面不幸相亡都無得追究 吳師傅說這要搶眼睛,所以大火將圍著繩子的法寶脫下來 待會的比武的時候,我們會用三個不同的角度去拍攝,讓各位能夠精彩地慢慢欣賞 比賽正式開始了,現在是第一個回合,我們先用第一個角度拿給大家看一看 陳師傅和吳師傅,兩位嚴陣以待,先探探對方虛實 一開始吳師傅先下手為強,用太極的圈紋頭打了第一圈,打中陳師傅 這拳就厲害了,陳師傅將吳師傅打了一整圈之外,幸好他翻身翻得快 陳師傅叫大家停一停,雙方站定陣腳,再次離開 這裡大家都好像中了槌,沒有誰著數吃虧的 這個是第二個角度,現在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看看吳師傅怎樣打中陳師傅那一拳 而陳師傅是怎樣把吳師傅剛剛一拳打到陳堅那拳 這個是第三個角度,因為有慢鏡,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 一開始,立即是白鑊的宣傳猛烈向對方進攻,而這個太極的撇身頭 亦是極力打架對方的中路猛烈攻勢 大家留意,現在太極的前鋒手左手,有一推前,等著盾左馬,有一撲前 剛剛這個時候,陳厚夫的師傅是左勾球剛剛勾下去,勾敬如弓二師傅的頭那裡,出了一整圈之外 幸好吳師傅反應得快,回身立刻擋住對方攻勢 那弓箭爺也叫他暫定了,因為要對方,雙方站定了腎腳才再來比賽 這個時候,看到陳厚夫好像抹一下鼻子,不然有血流 由此立刻撿開,雙方猛力地對打 好,第一個回合已經打完了,在這個回合裏面 正所謂在萬人觸目之下,這兩位武術名家是脫無欺詳的 他兩個人一上場,立刻展開一場是極烈的打鬥 這兩位師傅的慈善精神,和他們將中國武術當大的實際行動 的確是值得武術界學習的 但現在是第二回合了,看看雙方又用甚麼招數了 雙方都是首先探探虛實先 一開始,吳師傅立刻拉他過來,一拳打中陳師傅 陳師傅立刻展開猛烈的反攻 其實剛才那招打得很硬 現在吳師傅是猛烈的,希望扔下去陳師傅的手上 扔中了,讓他的手受痛,出拳的時候沒那麼大力 就算是一拳打中了,讓他的手要打到,來自從 第二角去看一下,吳師傅一向牽涼手,拖著陳師傅 一向牽涼手,拖著陳師傅的進攻 他一拳打中,他就用左直拳衝出,令陳師傅沒有辦法 抖起他身,因為大家知道,他在加強力的手 大家知道,如果陳師傅的拳法這麼迅速,一打完燈的時候,對吳師傅來說是十分不利的。 好了,這個是第三個角度,也是第二個回合。 大家更清楚看到,吳師傅可能年紀較大了,他要跌省自己的體力,所以用以日代勞的戰術,起不動就我不動。 我們看看他很少會動動自己的步伐,只是虎視眈眈,撐住陳師傅的一舉一動,一有機會就進攻。 而陳師傅這方面是體力健忘,他又發靈活,所以他是四周遊鬥,希望一找到對方的破產,就等待機會立刻出擊。 陳師傅起腳,吳師傅又起腳?沒錯,張芳也起腳,可能會違反大會的規則,不知道裁判團怎麼辦? 好了,經過裁判團互相交換意見之後,大會終於判決了,這次的判決就是雙方不勝、不敗、不和。 老外圍的那些真是大失所望,因為沒有結果。 這次的比賽,雖然時間是很短的,但是將中國的武術用在慈善籌款上面,不單止令到陳樂夫、弘公義這兩位師傅,得到慈善團亡的美語,同時亦都在武林歷史上,寫下光彩的一頁。 喜歡《詞・編曲者 》